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观边攻都是187厘米左右的高个球员 故而他们的技战术打法就是一传到位 24号会拉开 虽然蔡斌一直想要要加强复攻的进攻 但就试联赛来看 中国女排的给主攻李莹莹和接应龚翔宇的球量偏多 给复攻王源源和袁锡悦的球量偏少 在这种打法下 引进郁家瑞还是比较合理的选择 此外 替补二传丁霞的状态并不理想 和副攻 主攻的配合也有些力不从心 重新选拔二传也在情理之中 选择郁家瑞的另一大原因 还是在于和陈佩妍的配合 失联赛中 蔡斌经常使用丁霞和陈佩妍进行二点换三点 但说实话这一战术并不成功 主因是丁霞和陈佩妍之间的配合不够默契 丁霞也不够信任陈佩妍 无法激活他的进攻能力 在场上 陈佩妍几乎无球可扣 若想激活陈佩妍的进攻 使用原配二传是个不错的选择 国内联赛中 郁家瑞和陈佩妍的配合 经常能够让陈佩妍打出高光数据 根据中国排协的数据 陈佩妍的进攻得分在郁家瑞的加持之下 仅落后于攻翔鱼 或许这也是郁家瑞能够获得蔡斌青睐的另一个原因 至于最后能否前往世锦赛 还需要看蔡斌最后的选择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